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刘 我是阿和 现在阿和的母亲就是我未来的畅母娘 在这里已经有两天了 其实她主要也就是做饭做很多好吃的 每次都做很多吃的让我吃不了 太饱了 我妈看到刘刘 她也是有感觉 有留帅哥啊 然后也是看她说你一眼 她没醒来感觉你很一眼 但是我觉得对你很一眼的 但是我们也聊了很多了 因为她过来也是来了解具体情况的 所以该有什么情况 我们这边什么想法 我们都跟她说了 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她看我们以前拍的视频 她也看很多 从我们刚刚在一起 还有阿和唱的歌曲 她感觉也是挺好的 也没说什么 她没说什么 她看到我们以前到现在 她也是留起我们多了 她也感觉我们对来一起 就是真正的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不是说她为什么来这么着急 就是因为她以为是我一直在骗啊 对 所以说她想赶紧过来看一看 距离是什么情况 现在我们把所有东西给她看 她也见到真人了 所以她也没有说什么 也是很客气 让我吃很多东西啊 不停的让我吃 其实我吃不了那么多了 真的是 所以有时候我也跟她说东西了 就是说我的感觉 然后我的 这么想啊 对 包括很多想法不一样 认识的不一样 对 所以包括阿英 我们也叫来一起跟她聊天 所以她和阿英姐也是聊很多东西 所以她也有点改变了 因为她以前一直在家 她了解东西 她都是通过手机 看网上的 有些东西呢 真真假假 她分不清的 对不对 今天她说一个 以前中国的 然后就是比如说在中国怎么样啊 但是在日南写的不一样 真正的在中国 所以我也说她了 不对的 又是在中国 为什么她都不知道那个东西 对 她就是看有一些东西是假的嘛 嗯 她也不分辨真假 对 这种情况在越南 其实是很多的 对 所以我也跟她说这样的东西 关于阿核的母亲 现在就是 她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度 还是让我继续买房 对啊 她还是这样 她就是说了 如果我们想去睡 那么一定我们要买家 但是我也说她想一想 如果我是溜溜 我爱我的爱情 但是她的父母反对我 那么我还买家给她吗 我就别这样说她的 她也是懂啊 我说了 你也就是要想一想 她是外国人来别个国家 她去别个国家爱一个女人 那么还是被反对 所以还是为什么要买家 什么呢 我说了 我觉得肯定就是你对我 真的 所以我也肯定是说 我们俩自己 这个是我们自己来做 不是 就是买家 买家 买家 决命给他们 还是什么 就是我们俩吧 对 她买家 其实她要求买家 买家 买房子 主要的原因也就是 她不相信我 对 如果她相信了 可能就不会提这个要求了 对不对 对 我也说 静音现在买 还是后来买 都一样 都是 等我们好好的 然后买就行 她都等 就是现在这样 她想我 就是 因为我是女人 所以 我们都没有结婚 但是现在在一起了 所以人 就是 就是 就是我 所以她有感觉 我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 她也是我 但是这个 就是人的对的吧 我的对的不是我爱 然后我为什么提到 这个都不是 都我感觉没什么呢 我们应该是这样 虽然爱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更多东西 对 对 对 如果是假的东西 是不是 那你也能分辨出来 对不对 是真是假 和我奶奶 严严在老家 都是这样想 都是我 一个女人 还没结婚 怎么再生活一起了 但是呢 我觉得我的肚子都不一样 那不在一起 怎么知道 适不适合 然后后来可以结婚吗 那如果 都不在一起 那不知道 那直接相亲一起了 然后结婚了 然后又很那个 然后也是又分手 哎呀 是吗 我就是这样的 因为以前呢 我也就是很想说话 就是我也不太喜欢说这个东西 说肯定就是他骂我了 没说完他又骂我 在手机我没办法 所以现在他来这里了 直接看到我 直接看到我们 然后他都听啊 他也是听多一点 不是他说多一点 对 嗯 可以多接触一下 然后可以让他多了解 慢慢的了解嘛 嗯 现在你母亲 整体来说 问题不大 应该因为他在这 生活一段时间 我们慢慢感化他 可能思想会慢慢改变 但是现在重点呢 还是他的父亲 对 我爸 现在我妈 我觉得我妈也没那么反对 本来他说好了 我不反对你们 主要是你们 决定是在一起 所以他问题就是 决定在一起 假期也是救命吧 对 对 但是他 跟我爸爸 嗯 对就是我爸爸 就是不同意 到现在还是这样 对吗 我记得 我留言 见到他 我爸爸了 对 就 视频通话的时候 就看了一下 嗯 对 就是我给他看一下 嗯 然后也是 我爸见到 然后 又又说 我越南不太好 什么 我爸也说 慢慢来学吧 学多了 还可以说 他们也是这样说 话 就是经常吧 嗯 就有时候我爸 他在他里面是不同意结婚 对 他思想 包括他的心里面 那个东西 不是说你几天 就能改变的 他这个东西 太长时间了 你要知道真正把 如果改变了他的思想 就等于说是他之前 所有的生活 上半辈子的生活 等于说现实都不一样了 这个是很难很难的 嗯 不过好像你妈也说 如果等你弟弟 因为他弟弟现在是14岁嘛 18岁可以考试参加军队 是不是 他说 你妈不是说 等你弟弟18岁之后 参加 就是参加军队 然后 我们才可以办理结婚 对 有这种情况 对 那你爸爸不反对吗 这样 这样他也反对不了了 因为好好给我 弟弟大球 他有 他都好好学习了 所以 就是 我爸爸 因为他是8岁了 我妈妈也有时候 想给他怎么能去剥夺 好好说去剥夺吧 所以如果他成功去成功了 那我们都没问题了 对 所以 如果 现在主要问题 就是他的弟弟 等于说是 我要再等4年 对 才可以办理结婚证 因为 为什么现在是有我弟弟 就是我两个个个去剥夺 他们都有家庭了 所以 他们的 那个 人的 主要也是 自己的家庭 对 是我妈说 是他的东西通定来写 就是 是他们的妈妈以前 不是这个妈妈 所以都没有影响了 取有影响 是我的弟弟 对 他弟弟 因为 他是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 所以 部队里面 如果写这个 家庭档案的话 会写在一起 大家感觉 我是继续在越南等4年 为了跟安和结婚 办结婚证 还是说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现在 基本上情况都已经很了解了 他所有的家庭也都知道我了 嗯 不知道从哪里出手了 他的妈妈可能会慢慢的 经过这一次来河内待一些天 能慢慢的稍微改变一点 但是 他的爸爸 他其他的亲人 还是有一点难度 特别是他爸爸 而且他的弟弟现在又 还小 才14岁 如果想去部队 他说还要再等4年 这都是问题 嗯 现在 还是一堆问题在这里 不知道怎么解决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 希望 欢迎提出来 我们都会认真的 都会去看一下 对 行 那今天先聊这么多吧 后面如果有新的情况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嗯 那先这样 谢谢大家关注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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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